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今集想先讲一讲俄罗斯和英国的紧张局势 大家都知道现在讲香港的新闻实在太令人伤感了,真是没什么好说 反而刚刚最新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大约在香港时间24日凌晨就表示 英国的皇家海军一艘驱逐艦非法驶入黑海的俄罗斯海上边界 俄方说警告无效之下,俄军的边境巡逻船就向英国海军开火示警 更加派战机沿着英军驱逐艦卫士号航行路线投放炸弹以示警告 大概的意思就是英国的卫士号向前行,而俄国的军机就在后面投炸弹 即是赶走英军,结果英军确实是走了 英军又怎样说呢?英军说他们的卫士号是依据国际法在乌克兰领海航行的 也说没有遇到俄军开火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英国的卫士号在俄罗斯时间上午11点52分 就进入了俄国的领海三公里之内,俄军先警告英军没有理会 去到12点19分,俄军一架苏24攻击机就执行一个投弹的警告任务 沿着英军卫士号的航道就投下了4回OFAB-250的炸弹 俄国的国防部事后就传召了英国驻莫斯科的使馆军官进行抗议 英国的国防部就表示,卫士号当时是遇到俄军 对方就警告说会作出一个炮火的演习 英军就重申,卫士号是依据国际法进入一个无害通道的 即是,变相不承认俄方拥有克里米亚半岛 英军的卫士号在6月今个月14号 与荷兰海军加上美国的海军一起进入黑海 当时俄国的军舰一直从旁监视 去到18号,卫士号就离队洗去乌克兰南部一个港口 今天就发生这个所谓开火投弹驱赶的事件 这件事可以说是可大亦可小 小的欧美联合海军可以暂时停一停航行 大家坐下谈一谈,等件事慢慢淡化 而俄方暂时都未见到大罗大鼓炒热这件事 但如果大又怎样呢? 大的,如果欧美联合海军不让俄军大倒 继续派海军进入黑海、乌克兰港口 俄军下一步又不知怎样呢?可不可以又是开火警告呢? 是不是还是跟着人家船尾投扎炸弹呢? 那如果欧美联合海军索性停下,那俄军又怎样呢? 你警告无效,驱赶又无效,那没理由就这样算数 但是如果你不是就这样算数,又可以怎样呢? 难道开火攻击欧美的联合海军吗?俄罗斯有准备好吗? 胜负先不说,俄军是否准备付出这个代价呢? 不过俄军上一次在乌克兰快速地快闪撤军 参考这个思考的方向,俄军又似乎在他作出战略决定之前 根本是很有弹性的,很灵活的 所以应该没那么容易搞出大件事的 大家想想,其实普京的胆量未必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 好了,讲完这件紧张的局面,又讲讲另一件国际新闻 也是挺紧张的 但是进入这个正式议题之前 照例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一下小铃铛,如果你按了小铃铛 我们有新片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你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看一看 好了,言归正传 大家都知道7月23日就是东京奥运会了 现在很多国家的运动员已经陆陆续续抵达东京了 刚刚东京的传媒报道 东非国家乌干达的奥运代表团有9个人 9个人之中有2个人确诊 这个乌干达的代表团目前在大阪里进行集训 日本当局在22日例行检查的时候 检查出一名运动员确诊 加上19日已经有另一个乌干达的教练又确诊 即是9人的代表团2个确诊 这件事继续不应该这样的,没理由这么移乌干达 乌干达全代表团已经完成了接种2剂阿斯利康的疫苗 去日本之前的72小时也检查过没有事的证明没有确诊 但是去了日本,这么快连环1团2个人中招 你说奇不奇怪呢? 难怪日本反对东京奥运的声音马上激烈起来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呢? 我觉得2个可能性 第一,乌干达代表团的打针纪录极可能是假的 他们出国之前的检测也随时是渣流摊,马夫了事 但不过,运动员去到日本入境的时候都应该有检测 为什么这样都发现不到呢? 这个实在比较奇怪 于是又不得不想第二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在日本那里 被日本的接待人员传染到 如果是这样,那就麻烦了,真的非常麻烦 现在日本单日确诊的人数仍然维持在600多宗 如果运动员在日本中招,他还没有病征的话 又将他带回到自己本国,那就麻烦了 这个疫情真是没完没了 大家可以想象的,当运动会结束的时候 无论你拿奖不拿奖也好 你离开那个国家,难免个人就会兴奋 一些拥抱或者除了口罩,喝杯啤酒 是很平常的事 那时候才会带回自己的国家 那就麻烦了 到最后想说回一件轻松一点的小新闻 刚刚英国发行最新的钞票 是50英镑,大概是540港元左右的英国钞票 那这批50镑的钞票是用内容的塑胶物料去印制的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平常 香港10元纸都是差不多的 而英国就会逐步淘汰一些旧的纸钞 这次这批50镑的钞票有什么特别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用一个科学家艾伦涂宁的头像 作为钞票的图案 那艾伦涂宁是谁呢?艾伦涂宁厉了 他是被誉为电脑之父,人工智能之父的数学家 逻辑学家,密码分析家和生物学家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领导一个小组 专门是负责破解德国海军的密码 他还设计了一部破解密码的机器 成功破解纳粹德军的军事密码 对于打败希特拉这个魔头,他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事后有人评估艾伦涂宁领导的小组 令到民军可以提早两年打败纳粹德军 当中其实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他也是提出电脑这个概念和电脑思考这个概念的先驱 1950年,他已经设计出一个叫做图灵测验的实验 试图证明机器可以思考的 这样也不单止,他还是一个马拉松的好手 最佳成绩跑过2小时46分 我和里哥跑全马最fit的时代 最佳成绩是3小时40分 42公里艾伦涂宁快过我一个小时 1948年,他还在一次越野赛跑里面 跑赢了童年的奥运银牌得主查理芝 但是很遗憾 艾伦涂宁因为男童性戀的身份 在1952年被英国警方控告和迫害 1954年艾伦涂宁自杀身亡 终年41岁 去到2009年,英国首相白高敦向图灵公开道歉 2014年有一部电影 在香港叫做《解密游戏》 就是以艾伦涂宁一身作为题材 在曼城也有艾伦涂宁的纪念铜像 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过去那边看一看 2021年6月 艾伦涂宁成为印在英国钞票上的头像 世事有时真的很奇怪 现在就进入艾伦涂宁所描述的AI年代 电子货币将取代钞票 这个时候,涂宁才成为钞票的人像 而今时今日,新的希特拉已经出现 哪个国家会出现另一个艾伦涂宁呢? 不知道,希望多些国家出现多些艾伦涂宁 去对付新希特拉 最后,我曾经跟朋友说过 我说如果一个国家的银子 是用他们的国家近一百年来 所谓的伟大领袖做图案的呢? 不用说,这些国家不算是真正的文明国家 也不算是真正的民主国家 大家不妨看看 在未用欧元之前 法国的法郎是用什么人物做图案的呢? 大家看看就明白了 希望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一起 就着钞票这件事去看一看时局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一下小铃铛 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看一看 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 去继续发展这个YouTube Channel 拜拜